詞曲 李宗盛 首先第一問題是,區域變數是哪裏來的? 在這個類別是沒有這個 這個類別只有電影本身,不知道有幾天嗎? 所以,電視牌過來的時候,必須要開個Days 當你翻過來之後,原來這個Direct這邊 就不需要這些了 因為你把電話拍到Movie類別 也就是說你在這裡,就用Movie and charge 好,然後我們開始檢查一下 然後我們開始檢查一下,接觸 我會不會解釋什麼 再開啟,再開啟,再開啟 做了,好 好,對,對 我剛剛翻過來的時候,我忘了這裏是Movie 所以這個,這個就是做的 好,另外 好,也就是說 好,也就是說 其實你看喔 我剛剛這一個 我把這個Chop的方法 他到Movie裡面去 然後讓Rentor的Chop去呼叫Movie的Chop 看起來就是一層呼叫一層的感覺 因為這個必要 你繼續往下到 所以不等 其實老實說,你其實剛在你走 但是呢,你再 那你再繼續包下去,你就會發現 有時候我們可以包容的 是為了後面應該才更新的 而做的 好 看起來好像OK 那 這是很快 好 好 再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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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是怎樣問你 例如說以JM來講 我是傳一個參數給Mobi 我要輸兩天,請你跟我說我要收多少錢 所以它有點像是那種算中間 轉一圈,雖然看起來好像都不會成功 可是在成績網上面 就以Rentor來講,它的直升 它做的事情是更適當的 因為算錢這件事情 應該是這個錢人在放在Mobi身上 以這個形式一樣 今天如果想要問我租你這部電影 我可以得到多少點數 那我只要跟你說我租幾天 那你就會知道我會得到多少點數 所以它過去的目的其實是 是希望把職責更得更清楚 iZ4Mobie要做的事情 就給你做 iZ4Rentor做的事情就Rentor做 那Tasker其實做的就是很單純 所以我剛剛就把 我才不一樣的 好,沒有妙礙一下 你就是說我會正在Cubing Cu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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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就可以拿 可以把他用多性的方法來把它放掉 來要怎麼放 首先 假設我們要先做出三個類別 為什麼做類別 因為其實就是我們這個三種電影 有一個一般片和紅片 就是線片和紅片 我們現在做的是三種 三個架就是三個類別出來 我們現在做了三個類別出來 希望可以把類別看狀況塞到這裡 把這個邏輯放進來這裡 所以我希望希望我寫個方法 把這個東西扣出來 例如說我們一般的話 我們就是這邊 CHARGE 這邊有一個問題是 這邊有變動變速度 這部分拿起來 所以在CHARGE的時候 你需要開一個PASS 那這個給它來降 這樣子 所以看起來這個話就有 就一樣的在 在 希望你可以把這些邏輯放進去 把它物件進去 把它物件進去 那它的第一塊事情應該是 0嗎 它需要做事情 然後 那它的話 多一下 它應該是 這個 我剛做了三個類別 這三個類別 這三個類別 各有一個CHARP的方法 那它接的是這個 這個RENTLE 這個 因為接著這部 還會有漂亮的打野 我待會會跟我說 沒有什麼 那 那我把這些邏輯 都換到 我背裡面去之後 那我剛才想說 我要怎麼樣 用Squade 要用 類別來取代 這一間 一大半的東西 因為這那些 就有點醜 所以 這邊我要 介紹一個東西 是 Ruby的 特殊語錶 沒有 誰 這個 教育 但是 更好 對 那 可能 這面 有一個 這是 知道 那 這是 可以 來 我 那個 的時候 所以我會引出那個類別 但是因為它看起來是GTRAGE 那不管怎麼樣 其實我這個名字 這個參數就已經傳進去裡面 那你可能想說 那如果我想要取的那個名字的話 應該怎麼樣 Name 好 應該大部分人會這樣子覺得 對 但是登錄裡面 你一定要這麼做 它會出現抽選 那出現一個DefineMessage Name 你想說哪裡的 DefineMessage 這不是個Property嗎 其實啊 登錄裡面 很多東西 幾乎都是Message 它沒有什麼Property 所以 它肯定要求是DefineMessage Name 好 既然它要求怎樣 它要求我們寫它 Name 那其他要求回傳就是這個 就是你寫一個同名的Message Name 然後回傳那個DefineMessage DefineMessage 就沒事了 就OK了 如果你它就很不習慣 你可以寫這個 也是一樣的 但是不懂啊 這個不會寫 好 那你看等一下 那接下來下一步 第一點 Name 你想把它改個名字 看一下 你會發現 右座 那邊是Name 這就是什麼 什麼怪物 因為 裡面的 它就是沒有發問題 過了 所以你要用的話 就是 要寫一個印桌 他剛才其實用一個 這就是 limpinc 這樣子裡面這樣 tså 成麥 其實在路面裡面是可怕可以可怕使用的資源 所以其實你可以這麼想 我剛剛不是說路面可以審貝小話號 所以你可以把第17行想像成這樣 可以嗎 可以想這樣 第17行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 因為小包會成這樣 然後他往下放在那邊等 但是這個小包的時間可以被加 這樣 沒錯 那Ruby又有幫你做一些語法 所以他可以讓你就像這樣也OK 沒事 所以其實在路面並沒有所認 沒有屬性這回事 他就是一堆的方法 一堆的GET 假設你寫小話的話 你也知道這個東西就是Hand 然後這個就這個東西叫Send 可是呢 這樣實在很難 我為了就是做這樣一件事情 但是為了做這件事情 我要特別去寫一個對面的Send 所以呢 路面沒有沒有屬性 沒有沒有屬 所以他幫你設計一個 Activate Access 這也是CPU的P的手畫 然後你講這麼寫 這寫就把你寫掉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那個想像成 他會幫你展開剛剛那裡的方法 那至於什麼是做 你會幫你打嗎 就是你可以把它當成做 我當我設定這些事情之後呢 我就會有一個GAMP跟JDW 那就可以使用NAP和NAP 然後來做然後 印下這個異數 第18行的事情 這是一個參數裡面特殊設計 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是因為希望在這個地方 這邊啊 我們希望它在設定快速度的時候 可以做一段時間比較的 所以呢 這點Reader的意思就是 我只幫它做Getter 沒有幫它做Setter 那這個Accesser就是Getter加Setter 那我今天要故意用Reader就是這樣 我只幫它做Read 因為我想要幫它做Reader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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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會錯 其實 雖然我把Access拿掉 可是呢 我會馬上幫它做Setter 所以 應該不會錯 好 沒錯 那 為什麼能不能這麼做 因為呢 我想要在 其實它在這個平方Setter的時候 在Initial的時候 在Initial的時候 它就會 會設定這個Price Code 所以 就這樣稍微小一下 呃 這樣 其實這裡 這就不是這個 這是Cell 就不是直接出去 那個實體 就是直接出去 Getter 在Setter的時候 在Setter的時候 做一種一種角 因為我們想在這裡做一個東西 叫做Price 那Price的話 還根據你的 上映性來的內容 來做一顆物件出來 所以你可以這麼做Test 比如說Price Pole Rigular 好 好 STILL D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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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當我這麼做之後呢 我在SET的同時 就會想出一個 一個Instagram 叫PRISE 然後再根據PRISE後 會想出三顆 這三顆物件 這三顆物件就是這三顆 那這三顆物件都有Charge 這個功能 也就是說 這三顆物件就可以幫我算錢了 好 假設這個 各位 假設 的話 其實上面這一段 就已經沒有所帶的價值了 就是它已經 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 因為已經把它取代掉了 可以直接就是用專線 現在我們有一個 那個 Instagram 叫PRISE 在當它SET的時候 然後 就可以進入叫它的 Charge 然後Charge 可以處理它 其實應該是很強的 應該是這個 本來應該是在這裡 CRISE Charge 然後 Place 就是這個 這個 製造 你可以發現 在PAS裡面 三個就是製造 一個 有充分的這種事情 所以不就是這樣 好 如果沒有錯的話 也要錯 也就是說我剛做的一些事情 我把透過一些手把 我把那個SWITCH 的東西 其實它還是在 但是它就是變得比較簡單 你會比較簡單 有點影響看 但是我把做法是 我這個PASS Quint 我會產生一顆 一種 一顆產生物件 這物件是上面有放一個 所以這顆物件就是 就這樣放三千 好 上面這邊是三個類別 它其實是 它其實做的事差不多 所以我把邏輯包在它 這個類別裡面 也就是說我在用的時候呢 我在用的時候就是這樣 好 其實我到目前來講 其實我做的事情 都是在做 把邏輯搬到 某些地方去 然後讓你在用的時候 變得很乾淨很多 就是用的時候都會乾淨 然後最後大邏輯的地方還是比較髒 就是長在某些地方比較髒 但是呢 我把東西搬到 某些地方去 看就會再乾淨一點 好 那 看起來 看起來 既然有時候 就會在 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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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做什麼事情 其實還有啊 就是 下面這段的這段 這段 柯羅展 那 嗯 這裡其實像 以這句話來看 如果芯片 又超過一天 這件事情其實你看 這裡因為我們已經有芯片這個東西了 芯片就是個類別 可是這個啊 這個是芯片嗎 那其他的東西是芯片嗎 其他的就是 就是 百多瓶片啊 然後就是 一般片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寫一個方法 寫一個方法 比如說 E4 WISE 我把這個計算 這個東西 放在這裡面 我寫一個這個 然後 預設也是第一 就是Return EAS 好 我們要 寫一個這個問題來之後 好 接下來 這個其實算是 不明的手提法 如果你沒有 特別的 就是 因為我們其實目前只有 因為我們只要 移庫這個問題來說 這個方法 你可以想像 怎麼會被你構建在這裡面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模特 所以 可以不乾淨一些 所以 這個也可以 扣進來 扣進來 但是呢 有時候就 我們做是一樣 只有這個 Release 是因為 Release的價錢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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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自己寫一個 Release 就我們自己寫一個 來自行 其實就是這個 把Release 這個 就是這個 條件 那 因為 這個事情 因為你們在這個 類型裡面 所以這個很用心 所以你看 你的邏輯 可以 因為 放在對的地方 可以縮得非常多 懂嗎 懂嗎 這個方法 就變成這個 的邏輯 如果超過一點 所以這邊 為什麼 如果是晶片 因為它就是晶片 所以這邊 如果 超過一點 會加一點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 Price 變的 這就不用管了 這是不用管 因為 你內多幾個 已經包在 這些 像它應該去的地方 好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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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我剛才 想說 尼亞床後 之前 測試 一定要使用 也想見 如果我們關門原設施 我們不知道該改成 然後 不知道到底 做什麼事情 所以 其實測試一定要用 好 其實我們做到這裡 其實我們做到這裡 就只好它都結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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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最後 就是 我們常常 我們會把它 在這裡 一個搭檔裡面 又放 那個什麼 然後 又放了一堆類別 在這裡面 這個類別 可以看到 就是 我去混的形式 就把這些寫入 密切也都會這樣 所以 這邊在這裡 建一個類別 在做 建一個 挑快形式 要選擇 然後我們就換一個 就是 G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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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說的這個 擔到 擔到這個 最後呢 當然你按一塊起來呢 Price 例如說Default Default Price Default 我把剛才是內型的 換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 這個邏輯啊 雖然說,其實老師我們這樣做的就是什麼 量跟檔案量變多了 但是,我們經過這樣整理之後 理論上應該是比較有組織一點啦 有沒有別的組織就是要來看 他就各個越努力 因為不是每個人對於那個類別 或者是叫做歐歐的設計師 都一樣是一樣的 那最後看一下,有沒有錯 看一下沒有錯 那就是公平整理 所以我們做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在這裡 其實我們做了大概差不多 因為我們做了49分鐘 然後他50分鐘 就是我們做件事情 把自己一步一步做 所以你也可以做 所以你也可以做 這個可能是英文規定 英文是當下亂行 所以很多人看不懂 就非常愛猜 但如果有同學知道 我可以用這個電子從 你也不可以看到 然後做了一個事情 那他是在這個 這個狀況裡面的 的一個叫做歐歐 這個branch裡面 好 所以這一件事情 剛剛之前講 剛剛講 剛剛講 按摩 所以剛剛前面Enss講說 我們在做儲存之前 請記得要有測試 沒有測試,你要儲存 儲存不了多大多有 特別在你的局部做一些簡單的儲存 那個期間比較儲存 動手做之後 你發現其實我們的節奏是這樣子 常做的節奏就是 做一個小測試 先做一個小測試 小修改,然後測試小修改 測試,這樣一個一個 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有錯了,就是你測試一run 就發現出錯了,那到底一定哪哪一難測 所以你可以想想 萬一你沒有測試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越來越多了 所以 所以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 這個之前有一個 就是 有一個好奇 就是從後 就只是在整理程式 所以我們剛剛的確說 這些事情不錯 可是這並不是我們的真正目的 我們真正從後的目的 是讓這個軟體更容易被理解 你在想 當它那個頭髮是全部寫在什麼地方 慢慢的我們才把它拆去 它應該 我們覺得應該去的位置 然後一步一步的去後來拆開 然後 你在想今天如果 我要再多新增一個片 或者我要修改 規定的什麼計算點數規則的時候 其實我只要找一個檔案 改那個檔案之後 全部就怎麼留生效了 那 其實是單純不多 但是 那前提是你知道我們 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 從後的目的是想要 讓這個軟體更容易被理解 以及更容易被修改 然後軟體不會改變它外在行為 也就是說 那我們的設施 這個Test case 並沒有改 就是從頭髮頭到尾 就只有那些人在設施 所以我們的 對外公開的人 這些API 或者這些Metion 其實都沒有到它 我們是改裡面的東西 改靈 改骨頭改肉 但是皮沒有改 因為改皮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你可能會影響到其他人 你想 假設你今天是開發 iOS 開發手機的應用程式 今天如果我們在Apple 都會跟你說 這個東西AP就要改肉 你不改 我不會漲價 你一定會覺得很爽 對 所以其實 你用開公開API之前 通常會有一個適應期 你會先拿一個新的版本 然後 但是你如果 鋪掉到舊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警告內說 這個方法 難怪要過期 你準備要用它 這個也是一個手法 那 這本 存購書上原號 提到這個 兩點帽子 這個名字 這在講說 你可以想像 重購是一個帽子 那 開發性功能也是一個帽子 通常 重購跟開發性功能 是不會一起做的 也不會兩個東西在做的 但是有可能是 例如說 在加新功能的時候 發現 我這件原料寫不好 我想重購 就是把原來的 加新功能 帽子拿下來 擺上另外一個 重購的帽子 開始在做的 就重購 然後重購到一個 這一段之後 就把帽子拿下來 繼續加新功能 所以它是那種 可以像是交錯在進行的 那 像API那樣子 但是它還在寫取它的時候 其實它不是很偉大的 很偉大 其實事實上它就是了 那它就很偉大 它只是說 它有一些比較好習慣 其實我覺得 其實是 當然除了別人的 智商 跟經驗之外 其實就是它的習慣 那好習慣 一般的樣子 好習慣 寫出來後 其實老實就不會那麼差 那 有一個 重過一點 就是一些 甜蜜 我自己覺得很甜蜜一點 就是 如果你開始在試的時候 你應該找一些地方 你別讓你下手 你比如說 你去醫院看 你去哪裡下手 那回軒 你看我剛剛其實就是 找區醫念書下手 然後找回軒下手 它的條件是 GIF SWIP CATS會哪樣的條件是下手 還有 駐捷其實很多不知道 其實駐捷是這個 很好的甜蜜一點 就是 它既然要寫駐捷 代表說 這一個東西它 你這樣看不懂 你看不懂 才要寫駐捷 不然你幹嘛寫駐捷 那既然看不懂 就是代表說 它這個東西 跟這個 這個 method 要做的事情 是不一樣的 就是這個 method 沒辦法完全不表達 你這個 這個東西 所以是要先出現 那表示說 它是有機會可以 可以 動一下 很容易下手 什麼時候要進行 重構的 其實它不是 沒有說什麼 我們先來重構 沒有這種事 它就是 你覺得該做就做完 它沒有說什麼 我們運行好 禮拜一來做成功 通常也不可能 有這樣的一種事情 沒有這種時間 沒有這種時間 那 不要為了 也不夠 就是你覺得需要 就做 甚至你不要把 當作是一個工作 就像說 你說 寫一寫 不管是自己寫 或是別人寫 你覺得這件事 看不太懂 那或者是 我覺得寫得太 露碩 然後你想 另外寫個 message 你覺得 看不順眼 就 到時候做好 其實 你有測試嗎 我覺得這很容易 反正 你有測試嗎 你有測試嗎 你有測試 你 理論上改怪 但是改善改怪 你會知道嗎 但從後 其實是有幫助 你了解 別人 或者可能兩個禮拜 下來你寫的程式嗎 因為你發現 你在不同時間點 寫的東西 或者別人 跟你的背景 不一樣 寫的東西不一樣 從過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 原來那個人 在寫的時候 邏輯是這麼強的 那 也許那個理論 或者也許會比你差 但不管怎麼樣 你能學到什麼東西 那 有一個原則 也算是 蠻簡單的 當你看到第一次 就是 你看到 雖然不想不太好 可是 你可能覺得說 好 沒關係 好像對一次而已 就算了 那你看到第二次的時候 其實就要開始 就覺得 有點不舒服了 那你看到第三次的時候 就不用考慮 就是要拜託 所以通常 其實有時候 看到第二次的時候 有些人比較規模 看他出現第二次 就猜他 其實已經會再出現第三次了 所以你可以把抽出來 可以把它集中在 可以把它集中在 可以把抽出來 可以把抽出來 第一次可接受 第一次 第二次可接受 第三次就夠抽出來 然後 然後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各位也許 上面還有評論 上面還有我們那個 反正的記錄長官 你要準備說服 你長官說 欸 我覺得我們的東西 不太好 或者今天 你給他聽音回去 就覺得說 我覺得我們要重溝一下 要怎麼說服他 其實我覺得這很難 對 如果很說服就要說服 所以 如果想要自己做 因為 其實你可以默默自己做 那 你也不要說 欸 我今天要重溝 所以你要給我多點時間 好 因為其實這個案子啊 就算你專案 回覆的人 就是你自己 所以 呃 企業不會痛 你的政長官不會痛 他就是覺得說 你不是 你寫得那麼慢 其實理論上 如果你成功 或者是 你的架構寫得好的話 呃 開發的過程 總之 應該是還蠻舒服的 但是 反正簡單說 如果你的長官 不知道說成功 什麼東西 其實你不見 你需要花時間跟他講 那你就自己動作主啊 另外 其實也是 陳詩瑪他被月圖修和事實 理論上 應該多過 你看到他被寫的事實 我想 作為寫護神社 應該應該會這樣去 那個 寫成事 陳詩瑪在月圖的時候 不要說是比人 或者是幾年前的 那陳詩瑪有時候 你公司能兩個禮拜 或者是初天寫 都認不得 欸為什麼做人家寫 也有時候 那熬逸啊 和精神共同的寫術 會保持人很高 那什麼時候 會不會成功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什麼時候會不會成功 就是他要重現 所以你覺得 六年也沒有 沒有成功的價值 不是 他 因為重貨的前提是 你那個東西其實 才是能運作 他只是 你要加薪功能 加不再進去 然後 或者加薪功夫的時候 那時候可以成功 可是如果這個東西 這個案子 這個專案把證據 已經有問題了 就是 趕在重現不得快的時候 其實就不會成功 所以 當你需要 要重貨的時候 就可以重貨 另外就是 你的上限時間 不多的時候 就剩下一點點時間 明天上限 這時候 如果還有不可以成功的話 就代表 那個案子不低一點就知道 那時候 我剛剛前面 我只有動手 就是看我標的那一段 那一段 反正就是實作 那實作總有一些 感覺 沒有你想說 為什麼我這個地方怎麼做 所以有時候 你在程式碼 有沒有看到一些 壞味道 就 那實際是一個簡訊 我們在那邊介紹 有些程式碼 沒有那些壞味道 因為你要知道 雖然我們知道 一定說我把變數砍掉 或者我知道 怎麼樣把變數抽出來 放在什麼地方 我知道怎麼做 可是我要知道 什麼時候會要做 其實這個是這個 不會拿的重點 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知道 你知道什麼 手法你也知道 你知道什麼手法 就跟設計模式 跟設計模式 像設計模式一樣 它非常多的裝飾 可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用 你每一招都會 可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用 但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用 外面有大概是 建理是這樣 就是重複的程式碼 這是很常見 就是你看你的文字 又出現了 以上的地方的時候 那你不用想 那個顏色問題 所以你可以用 HMS 或者是FORMAS 來後面講 就是有比較詳細的介紹 重複的程式碼 不用看 沒有想 就一定是壞味道 這非常明顯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 如果這個方法 特別長 呃 長不是好事 就是不見得是好事 就是你的方法很長 咦 等一下 為什麼這個 倒錯 沒有 沒有 但是你 這個MAS 非常的長 我想 我只想去聽說 這個MAS 可能有20行 可能有50 或100行 有之前有看過 那些一個MAS 沒有200 300行 那其實很痛苦啊 你要去抓問題 或你要邏輯 你要想很久 你發現 他那200 200 300行會一定有觸解 沒有觸解 他就連自己都看不懂 所以你既然會這樣 其實有觸解類似 就是一個甜蜜點 可是你覺得 這個地方 還特地需要 要特別用文字 去說 你說 為什麼這個地方要 要 要去讓文字 收明 代表他可能 跟你這個MAS 是不相關的 萬事不需要收明啊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你可以用力圈MAS 把它抽出來 或者是用其他手把 就把它拿出來 然後 還有一些是 一個類別 破大 其實跟剛才是類似的 就是有些方法很長 有些類別非常長 因為他們都要去拆分 類別的職責 像我剛才講 一開始是時候 把方法都充分 去Rental裡面去 可是後來發現 其實Rental 他該做的事情 就是負責 就是 去問電影 問那目的類別 說 我可以得到 我這張要多少錢 還有這個東西 要 他可以得到公共點數 真正做事情 真正回答的 其實是 那個目的類別 或是Rental Rental Rental就是困理 所以就是一個拆類別 好不好 然後還有就是 有些問題的方法 會有一個MAS 會有非常多的參數 X等於Y 那個其實很長 這個其實 我自己看了也很痛苦 就是 因為其實有 在Rental裡面 後來有 你加入一個東西 叫Name parameter 就是 你的Name parameter 是可以有名字的 可是以前是沒有的 所以 你要知道說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各代表什麼意思 那有時候 記很痛苦 然後你要查API檢測 那更大會事件 然後這個發生式變化 這個其實 這個情況 看字面 你知道在幹嘛 意思就是說 不會有一個類別 我今天如果假設說 呃 我要 新增一個 跟資料普通關的功能 結果 我去改了這個 A類別 裡面的 三四個 function 三四個 method 然後我現在再加一個 網路功能 又是去改這個A類別 A類別的功能 就是你發現 呃 這個類別它擔任太多的職務 它做太多事情了 所以其實你就應該把它 噴散 就是因為把它拆開一點 我不知道這個 重點再換 是他們可以懂的 不過 那意思就是說 你一個類別做太多事情了 那 另外這個 這個 這個閃電視修改 其實更 剛剛那個 更前提到 因為它類似 但是剛剛閃過來了 它比較像是說 呃 我今天我要修改一個方法 我要修改一個需求 結果我需要去 第三個四個 有一個類別去帶 就代表說 我的類別拆太細了 或者我的類別分得太散了 所以我最近 透過我例如是 MoveMex 把那些東西 集中在某些 新的類別裡面來 就不要那麼散了 好 這個是跟剛剛的時候 剛好相關的 這個一面清潔 這個 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覺得很神奇 這個用我自己把它放不出來 好 簡單來說呢 它就是說 呃 你在AA類別裡面 你會用到 呃 其實我剛剛寫做類似的事情 就是 我是在 呃 Customer類別裡面 去 做算 一開始的時候 我把那些 Charge 那些東西 搬到Rental裡面 然後 在裡面去 去算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 應該要拆出來 拆出去給 Movie 類別做 那 但是因為有 那沒有拆嘛 所以它就是綁在一起 它是綁在一起 所以 就可以用 例如說 用Messon 就是 把他抽出來 抽到它該處的H 然後Switch 這個這些時候 我們剛才看到 就是 你可以用 多型的手法 去取代剛剛 Switch 的鞋棒 那至於這個 好或不好 所以我覺得 Switch 其實就我個人 它並沒有那麼差 可是 有時候 應該是說 問你的Switch 非常的長 你剛剛的Switch很簡單 所以 其實我們那個Switch 一行兩行 其實你說 畫得也不會怎麼樣 可是你問你的Switch 是每一個Switch 開始十遍 就是十遍二十遍 那就有畫的必要了 所以不是說 Switch出現 就該畫了 Switch的去處很單純 你也不需要另外 那幾個類別 去做出來 但是你的朋友 描述過這樣的時候 考慮一下 可以怎麼做 然後 暫時 或是暫時變速 我們可以看到 有什麼問題 就是 你只是為了 那種 只是為了 讓 某個方法可以 其實這做起來 有點像在做 那個 Global變速 全域變速 其實有點像 在做全域變速 因為你這個變速 它該出哪裡 你就是 網民類 也是閃上 往上丟 被丟到一個 InstaMirable裡面去 但是 因為那個 只拿來暫存 那其實有利益 這樣其實 做不太好了 還有這個 其實這塊 這個 這些註解 一開始很多人 覺得說 註解拿雙方圍道 註解不是應該很像嗎 其實 註解 其實註解 不是說很像 應該很多人 把它拿來 除臭劑 為什麼這樣 除臭劑 是因為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有問題 然後 你就跟註解說 這個地方寫什麼 什麼什麼東西 感覺又寫註解 就很厲害 就很接觸 事實上 如果可以 不用寫註解 就看得到 不是更好嗎 所以很多人去拿註解 來當輸透劑 不是 所以 當你看到這件事情 就代表說 這個地方需要用輸透劑 要把這個地方是臭的 所以 就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 可以畫 很明顯的畫味道 就是 可以整個動作 隔著它 可以連線 隔著它 在我們連線 常見的手法 這個我們剛剛做了好幾次 就是 把 方法抽出來 A, get your nice 就是 因為有辦法做太陽的事情 然後 然後 他其實 老實說有說 他的場度不是 就是他的場數 不是 問題是在於說 這方法到底能不能 清楚的表達說 你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命名當然也有問題 命名就是取一個 ABCT23 沒有意義的東西 那是問題 所以 命名的時候 建議用做什麼 不要用怎麼做 命名 那 剛剛有看到 挺好幾個 我們在抽出來的時候 會需要把區域變速傳進去 剛才 Base Ranted 那個就一直傳進去 所以有時候 你在抽方法出來的時候 你在那個區域變速 可能要跟他抽進去 不過他不是太大問題了 所以 以範例來講 你使用前可能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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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剛剛這兩行抽出來 然後把一個區域變速帶進來 就這樣 這個範例 這次數上的範例 我覺得 沒有很清楚 當然 當然就是 就是 抽出來的相反 叫 Inline method 它從門的內聯話 我覺得 沒有印就很清楚 就是 可是有時候 你的方法真的太簡單 太單純了 那你如果印要什麼 你要把它抽出來 或者用E2MS抽出來 真的太浪費空間 所以呢 因為你猜錯不見了 就清楚了 那 舉個例子來說 我這裡有一個 我這裡寫個方法 我這方法就是 Horn and Fire late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然後就寫了一個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你以為這樣看起來 還要別清楚 可是事實上 你如果在它使用後 這沒有你的 沒有那麼多 多慢動 不過 在這個 其實有些 像是個人品味啊 有些人覺得這樣 很容易懂 可是他喜歡這種 不管大小 都要給MESA保險 然後去使用它 但是我覺得看情況 你不要太過分的 偏執或是某一種方法 所以你看 才會有 E9Message 一個手法 E9Message 兩個都是 一種手法 看狀況是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其實我剛才 也有用到 就是你在查詢 你把某些東西 搬到 把它做成Equilibge 這樣就好了 好 那本來是這樣 就是 這裡的這個計算啊 我可以把它那個 其實我可以寫一個 例如說寫一個這個 Base Price 好像很怪怪喔 對 咦 好 這個例子有點大 然後就是 其實就是把那個 Curidon 抽出來 然後你要用 你要用的時候呢 就是 像這個 這個 這三個都是在 弄交這個方法 那 比較一些使用前 跟使用後 我覺得是因為這個例子 有比較大的 所以有點看不太懂 我剛剛其實 在過程中 有 有 在持續過程中 有做 那就是這個比較清楚一點 那 那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效能問題啊 你想 這樣本來其實 這個戰純變數是 你 X 等於 這個方法 執行的結果 那結果你在底下 所有的 學愛用的X的時候 又都呼叫你的方法 效能 好不是會比較差嗎 就是 咦 為什麼會這麼多次 當然效能 是一個問題啊 可是 如果 通常我們現在 這一組 或是這一件事情 通常都不是效能 所以 你現在想 現在系統 系統慢 通常慢的 譬如說 慢的網路啦 慢的資料過啦 而不是慢在一個變數 跟你抽差 對不對 對 差距幾次的問題 那如果是 當然就不要這麼做 這只是一個手法 不是說 你看到就一定要這麼做 再來這個是 就是在入名言的場間 就是你當網執行之後呢 你把自己 或者是 另外一個部件都送回去 然後 當你這麼做之後 你可以接受任何 那是 把他打個數 然後 例如說 上架 然後 立了之後 執行完 然後 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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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看清楚呢 這個其實要看 每一種測試員的那個 calling style 在入名來講 這才算 還算 還可以接受的 當然不要太長 你不要再無限連段 一點下去 連個三段四段 其實我覺得都還算 可接受 不要連個十多 一百段的就 變得不同 然後 這個 這個 什麼 In-night time 其實就是 跟那個 那個 手法的一部分 那例如說 上架 有些人會這麼行 我會有變數 一個國家叫 Best price 然後它算完之後呢 我再return回來 我再return 就是在 function 最後 return回去 那 不是說這樣不好 就是變數 就跟這個概念維持 然後return完 就死掉了 所以其實這樣 就直接 這樣做 這不是什麼 壞事啊 你要 其實手法都是參考 有的是正面的 也有的是 會叫你整理出來 有的會叫你把它放在一起 就真的是看地 不是說 我沒有說什麼 你看到方法 我現在亂就把它抽出來 亂不一定要抽出來 然後再來 其實這也是 這個也是 就是你引進一些 拿起來 就讓你懂的變數 那 來看一下 它本來 你可能 這個impels 有很長的運算 是impro很長 那 很長一算 那 這時候 我就 像這種文件 就不太容易懂了 那我就建議 這麼做 我們把 它這三個 抽出了變個變數 然後你在這裡用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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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清楚得多 因為 例如說 這裡 is and always is i.e. blossom 其實比上面那個 抽出的多 所以 它意思是說 你可以引進一些 解釋性的變數 你光看變數 就知道那個變數是幹嘛 除非你剛剛寫錯 不然 其實不容易 不解釋 再來就是 沒有讓一個 暫存變數做不同 這個可能 再看很多 來看 判例 我以前做過這個事情 還有最常用的是什麼 4 i i i其實是一個很可憐的變數 那上面 哪有 回軒用到它 你用到 i用完之後 回軒用完之後 底下又用到它 你只要跟數字 跟index的關鍵 你都會想用到i tap 等一次 你在這邊 tap 用完之後 in出來 tap 又再一次 然後就把in出來 雖然不會錯 可是 這不是一個好的style 就是 如果你要的話 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就取個不一樣的名字 取名字 不是很難吃 哎呀 其實取名字很難 但是你要 用tap去取代這些 就是 就是 不要讓一個 暫存變數 去做很多事情 那其實 不是什麼好的味道 再來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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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不在 看程式 就是有時候 沒有辦法 直接乾脆 這個東西 抽出來 就解決了 那你可能會需要 清蒸給類別人 把一通把它放進去 看一下 回 回回回回 來 然後進個參數 然後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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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你其實算蠻複雜的 那 其實呢 你可以把它 做一些 抽 就是 把這個東西 整個抽出來 變成一個 面目式的 怎麼做呢 其實這做結果會長得很強 你先看 用的樣子會長這樣 用的時候 就是 今天是那個 類別 比較大麻煩 用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些東西 傳進去 然後最後 計算 就可以把結構 算出來 那 這邊底下 其實 不管怎麼樣 就是 最後 等於說 把這些東西包起來 就是 用的時候 傳進 在結構子裡面 然後 它的計算 都包在 這個類別裡面 所以 用它 其實 剛剛有在 實作過程中 也有發現 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讓 用的時候方便用 所以 用的時候方便用 那你張東西 可能你會包起來 這些張東西 不想 也會看到你 包在那個地方 所以 但是你用的時候 因為你 寫完 或者你摸住寫完 用的機會 應該比 你寫的機會還要打 你就是這樣 或者就是 你要開給別人 你的隊友 或者開給你的 伙伴用的時候 其實 好用是很重要的 因為像今天 今天我去用 Able 或者是Google 他們用 API 然後很難用 或者是 就不知道怎麼用的時候 一定會罵 所以 我不要說 是給別人 光是給自己方便 就差很多了 所以 其實這個手法 就像是 你把 那個 原來 它可能這邊寫的 這些計算 等等等等 很多計算 然後換成 把它包成類別 然後 類別印完之後 去Compute 去計算 計算跟複雜 所以就不用管 就把它包起來 好 所以這個就是 用 固件方法 就是這個 去 來取代 埋設 因為有時候 那方法太複雜 不方便 如果不能抽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用 就 把包 那麼類型 把這些包進去 所以本來 可以找這樣的 使用線 然後使用後 就是會變這樣 那複雜的話 就是廠下 還有這一個就是 你可以用那個 closure 來 來處理 你的 程式碼 因為 這個其實我剛剛 在算那個 造格 記得嗎 我用一個 去寫 那 它 你確實實地有效的 縮短 你的程式碼 總是 可讀性 正在它個人 就是 你對於那個程式碼 手不熟悉 還有就是 你對於 Jeg 封上用 那 不是每個程式碼 那 Ruby 是有的 但是不是每個程式碼都有 所以它寫起來 這個就是把它打在 然後 拿是inch 就是每一個 然後 然後 每一個 然後把每一個 都塞進去 每一個 都塞進去 但是如果你是用 就是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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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什麼 可以寫 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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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Ruby本身的設計 不是每個程式碼 不是每個程式碼 都在設計 上海 這個手法 其實應該 如果你是寫過 OO的程式碼 應該就知道 就是 你把方法往上提 這件事情 就是 來看你 所以我有 三個類別 一個person 一個類別 上面這個是 一個 上面這個是 person類別 啊 這個 然後這個 男性跟女性 Mail 都是計程 這是person類別 那 它這個 然後 在計程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 可以把它往上抽 衝到它 會扣在這邊 然後他們提神 他們就不用去感谢 因為神是一樣的 所以 這個 我稱他叫 如果 幫他往上抬 抬 然後他扣到一邊 上面去 再來 這一個 是一個 很簡單 但是我覺得 它也是一個很難的方法 因為你要 取名字啊 我說 在說各位 有多少人有小孩 你自己想想看 在當初幫你小孩 取名字的時候 想要多久 就是 因為每個人都希望 說各位 這次我要取名字 我取名字的時候 我都希望可以取 我要美名字 你要取一個名字 以後到時候被人家吵架 或者是 或者是人家取個變數 這變數 你可能到時候 你可能記入了他名字 或者你看他名字 你看那個X 然後這個X到底幹嘛 取一個ABC 你可能在幹嘛 所以 很多時候 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方法 或者是變成是群號 字 而且其實 因為我們的程式嘛 是英文 所以你英文不夠好 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認識過多 取名字 這真的 例如說Memper 還有就是 例如說 我們現在取一個 常進隆地址 常把他說 就是 GetMemperInfo 或者是 MemperInfo 或者是 GetMemperInformation 或者是MemperInformation 這些看起來都很像 這些看起來都很像 可是 如果你沒有一套 自己的呼籍的時候 你發現你 你現在的命名 跟你兩個月之後 你變出方法 又不太一樣 那時候 不知道 我覺得很痛苦啊 那 所以其實 在這邊 我們在做 重新命名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這麼說 我們會建立 做一個 新的方法 那 但是這個新的方法 來 東西錯了 不好意思 寫吧 看看 看看 再新的方法 欸 Q交救的方法 欸 對 錯 其實我怕寫對 不好意思 欸 是吧 就是 今天寫 寫一個新的API 可是 那也是希望 你其他朋友 可以寫一個新的API 可是 原來救的那些 人家救的 就 從Property看嘛 所以你可以再 去改救的方法 讓它去顧下新的方法 同時 會分一個訊息 說 欸 你這方法過期喔 你可能再過久 就不支援這個方法了 所以 呃 這算是一個知會 我覺得這嚴重 很有禮貌 所以你可能在下下完 的時候 這個方法直接判掉 所以你看 你建立一個新的方法 之後呢 就有辦法先不要看 然後先把它調理成 就很可以 就是 他即將要淘汰 那 呃 在呼叫他的時候 同時 那 呼叫的人知道 有一個指導訊息 我請一下 進行來善 好 這其實沒什麼特異 就是取得很好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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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這個 他念得出來 有時候 我們在寫 取變數 或者去方法名字的時候呢 會想要 就是覺得說 可以寫幾個字 看起來要不要亂 就是 其實是很必要的 除非 那個字 比如說 URL 這個字 大家都知道的 也對名字 然後 你就不會想要寫成什麼 UNI 然後 resource location 這麼長的名字 所以 這命名當然是另外 就是另外一個故事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不需要 特別去審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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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萬一辦法還是很常見 就是 當你的類別的方法太多了 或者是 跟別的類別 忙太緊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搬 就搬到別的地方 也許搬到別的類別 或者搬到 對 或者 新增的類別 把方法進去 可是 胡蔡榮有時候不容易 是因為 你要判斷 這個方法 該辦的時候 他其實需要 一些知覺 需要一些經典值 而且 搬過去之後 那裡面 通常空掉了 所以你需要通常 再透過一個 讓 原來呼叫 有一個救方法的人 他還是可以 通常空掉到 新的方法 當去沒有地方 他還是通常空掉得到 好 那 例如 本來是 在這裡 我們要搬到 這裡來 那 可是 你這裡還是要留 就留一個 那原來呼叫 他的人知道 這些事情 然後 這個其實跟剛剛 也很像 就是 你跟他設計不了 你開始沒想到很多 或者是 你先在取個 ABC123 結果發現 這個變數 你後面是在用的 然後很多人在用 也不能隨便改它 所以呢 就可以用一個 如果他是一個 Private 那當然就是 你也Private 用到 但是如果他是一個 Public View的話 我就會建議 各位寫一個 GatorState 把它包起來 因為大家取用它的時候 其實都是 透過Gator 在這裡取用 所以你要 偷偷換掉 就是說 對於 你撲掉的人 就是不知道 他是我們來的 好 其實他會幫你 跟方法版的 其實很像 然後再來就是 呃 一個類別 如果你真的做太多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應該要 要 要跟 要跟 錢 對 反正就 就是要把它翻真心一點 讓每個類別 就是做他自己 負責的事情 這樣的好處是 你每個類別的時間 它比較短 還有就是 當你今天想到某一件事情 例如說 我要算點數 我要算錢 我應該直覺就會去 某個類別去找 因為我知道這件事是他負責的 那至於 當你做抽出了這些事情 你要不要去 讓你心裡別互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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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把這個東西 這個電話號碼 抽出了那個類別 然後你在用的時候呢 這好像不用比較好 就 對啊 其實在用的時候 都是用這一個 instance 那這個 instance 如果你看的話 就會發現它是 那個 telephone number.new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 telephone 的 的 類別 那這個類別 有area code 所以在這裡可以直接 像這個這樣子 可以直接這樣選用 然後這個可以這樣 直接這樣選用 所以 這車是蠻不一定的短 但是 這不夠一樣 我覺得這個例子 不是那麼好 就是 你可以把類別抽出來 但是呢 至於說這個類別 要不要給大家用 就看你自己決定 就像剛剛那個來講 我們今天 雖然抽出一個 telephone 的類別 可是我這個類別 這個電話類別 並沒有打算 像我們其他的使用 就是我自己在內部 用的話其實就不用擦 所以去外部的人 突然大概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這一個其實是 跟 這也說你在搬東西的時候 其實 有點像是 其實 你剛剛搬來會的時候 就用這個 就是寫一個 set a game 來順序 也濕地變速 那 它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它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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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因為那些變速 你沒有用到的時候 其實 你是通過 Gate toState 它才會被 那個變速 就是這個類別的 實體變速才會被 出事化 所以其實有這個好處 我自己經典那些 iOS的時候 其實會大量 使用 是因為 例如說 變速處 別的類別傳過來的時候 傳植給我的時候 我希望在 接到這個 看起來像是一個 觸保 看起來像是一個 化碼 但事實上 它們觸發一個 Center 或Gate 那我在Gate 的Center 就可以去後面 撈出來 提供它 出貨的資訊 這個 這裡幾個 也沒有 好 好 簡單的說 傳扣啊 其實就是 這一個重點 我們再不改變 辭職馬 壞戰的行為 那你先立起來 做了對你 辭職馬 做了一些修改 記得 如果你是在 後面這個 都改化 那 它不像重點 或者是 重點 重構的目的 就是不希望你的 原來幫你壞掉 還有 最後 就是比較Ruby 風味的 整理手法 Inmonify 就是 例如說 寫過 放在Inmonify 丟到 它去 它最厲害的話 這是一個Style 它不是一個 不算熟吧 不算一個Style 那 Open Class 這也是我 很常用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 看到Ruby 你會 你會對這個 你覺得很近 有點近嗎 這樣 這樣 1加1 應該是2 應該是2 對 6下 6 那 可是呢 其實 這個東西 1加1 因為在錄裏 沒有什麼東西 包括這個加值 只有1 也是一個數字 它事實上 是長這樣 是長這樣 是這樣 1點 加 1 加 加是一個方法 點是一個 點 就是點 就跟你在一起 就是這樣 可以固件 然後點方法 那就是固件點 加方法 接一個 1 的乘數 好 那 會提這個 是因為其實 可以透過 XNumber 是一個內建的 類別 先用這個 簡單一點 自創內別 是內建 但是呢 你可以 在上面 列定一個 馬力圖 它漏好 當你都列定之後 你所有的自創 呃 隨便都打自創 它都可以跟它漏好 好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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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法 成長叫 open class 裡面 還蠻有 設計 這也是 我希望 把一些 啊 啊 像這種 包成 包在這個 內建類裡面 常常就是 它的內建類裡面 開到 好 所以 像 在 Rubin Array 這邊 可以看到 算是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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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知道你的主網站非常常用 所以 寫起來就很可觀的 好 open class 有時候 整理是 手法 然後 再來就是 動態方法 我也可以拿來用 舉個例子來說 我有一個 類配長這樣 例如 get 多多一檔一樣 get a single import get a single price 然後 這個也是 mouse info mouse price keyboard 以後 後面接著 就是 info 這樣看起來 就非常的 潮濕 可是潮濕 不會故意講 潮濕 是因為 潮濕的想法很難 就是那個 DRY Don't repeat yourself 所以 對 Don't repeat yourself 很潮濕 所以 會很難照 那 所以 比如說 我自己會跳到現在講說 你這次馬上就非常潮 潮得出水 就是長一根一樣 潮濕 一點 很淡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一些說法 動態定義方法 動態 定義方法 來 解決這個問題 舉個例子來說 我可以用 Define method 這是一個Define method 我可以定一個Hello 然後 就可以 一方能定義 之後不能畢業 這邊可以用Define method 然後來 做 動態 在這三檔裡面 產出一個方法來 所以 這一個想法一網 就會出錯 那 進階一點的話 就可以把 當內 一些東西 因為 它是 Get 什麼東西 Get 什麼東西 所以 我們只要這個 這 component 傳進來之後 我就可以動態的得到 Get CPU Get CPU 所以 當我上面這段做完之後 我就可以這麼做 因為 或者是 the set component 這個 set component the set component CPU Mouse 可以嗎 就 乾淨的多了 甚至 你再寫得更 包括更 其實這一段 其實你可以把它 抽到 庫內 或者寫 所以比如說 這一段複雜 這一段 樂到西 這些 是看不到的 今天我們手機就是這樣 所以 假設你整體寫 Rubyar list 你會發現 Rubyar list 就是 很簡單的一個敘述 後面接合一個 所以 我們把 複雜放在這裡 他可以把 他可以動態 幫你 印這些方法出來 不過這個 有另一個 好 另外一個就是 你除了 呃 廢物的一遍 還可以說 就是你可以 當你已經呼叫 什麼方法 找不到的時候 他會去觸發 這個偏見的方法 欸 好 謝謝 所以 所以 當假設你今天 呼叫一個方法 例如 Messor 他就會觸發 然後 你會得到 他會把 他傳 方法進去 所以你會 你會 在那邊寫 然後 申訴 他就會得到 這個結果 不會出錯 就是 因為你有誤解 那個錯誤 你可以想像 真的有錯誤方法 但是其實也不是錯誤方法 就是 當你的方法找不到 最後會觸發的方法 你現在才不會選他 好 所以這 上面就要長一段 不管他 我們只可以把 可以寫出一個例子 或是 Find by ID 或是 Find by Name 所以 事實上這兩段 法幣不存在 而是 他在執行的時候 我去 動態的 因為他觸發 這個Messor 因為幫我製造 所以我在裡面 就是動態的定義了 就是定義 或者是把東西印出來 就這樣子 所以 因為 你知道這麼多 你可以 Mine something Mine something 外面 不過這個 這個也寫得越難 這個只是說 其實我們在整理 Ruby的程式碼的時候 有一些比較近階的手法 也是可以用 還有一個 最後還有一個小工具 這叫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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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沒有什麼錯 這應該不會錯 這是一個很高的地方 可是有時候 例如說 不小心沒有拍一整齊 其實Ruby 以後不像Python 那麼黏 所以Ruby最一種 就是OK啦 他會動 是他會 很多時候那時候警告 以前沒有拍一整齊 其實做什麼樣子 但是他這邊出現一個警告 那 不管 其實重點是這個 重點是 我今天寫了一個 這個TEST的Ruby 那我想要知道 我這個告訴你 有什麼問題啊 是一個小工具叫 WOW COMP 然後 但是 WOW COMP 他直接看你 是機器散情的東西 直接掌聲這樣 感覺很可愛 那 怎麼用它呢 可以用Ruby 用Cupon TEST的RB 一直行之後 他也會幫你去分析 那你出了什麼事情 好 這裡啊 這裡先說 第一個先無理他 他說 這裡 請用Snake Pest 就是用蛇的方法 好不好 這其實是Ruby的 慣例 因為有 有神士語言 他用落魄和佛共識度 那Ruby的話 其實他是 習慣 會叫你 別習慣的方法 所以 他會跟你說 這個地方 要用Stand Pass 是比較好 所以 我來改一下 這個 來 做的 這樣 這樣 應該稍微 好一點 再 往下 一條這樣改 然後 再來就是 就是 這邊有一個 就是 如果你是單狀的話 或是 Single Line的話 他會建議 丟後面去 所以 在這個段 這個 就是 然後 再還有就是 他說這裡啊 這個沒有排 沒有排整齊 這裡 沒有排整齊 一些問題 所以 那 還有 還有 他這個 他這個 他這次串啊 叫你 不要用雙桃 因為雙桃其實 速度不會平 那你要慢一點點 不過 其實就是在啊 所以 他有一個說 不是 他說 你那個 你上面要寫出結啊 不過 我就比較保守 我就比較保留 他說 這裡你要洗一些東西 YouTuber啊 現在就做什麼 一個 就很保留 跟 其實也是一個小工 你還可以去幫你 成績 錄裏面 有什麼 不一定是畫的味道 他可能是一個 Style 就是 你還不符 Ruby社群裡面 這個Style 那 我覺得可以是朋友 不要慢慢去啦 好 因為我 今天大概就 講這樣 有什麼問題 那 有問題 我知道 這個 學生都 就是 Ruby社群比較多 所以 我們剩下的時間 就 他有個問題 就 然後 他都會來到 然後 我 知道 這點吧 好 好 那 這個是 也是 家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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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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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推特 如果要加交流的話 就換你一手 好 到下